所以我们现在在解任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经过长时间的学习 学会的是一种 你看我现在的讲法是不是就是用延期的角度在来 所以我们延期法不是一个很强硬的那个就舍子那个延期法 就是灵火一用的延期法 其实也是就是中观的感到 此生彼生 所以你要知道烦恼是如何此生彼生 那我戒法就如何此生彼生 你如何此生彼生 我就让祂此灵 这就是一个原理 那所以说我如果要让我的禅定起来 那我要如何让我设戒的功德生 我同时要让欲戒还好灵 它都是这样 所以一般我们很少找到这个原则 那你找到这个原则你就知道 像有些修禅定 那不可能的 你这样的修法根本 你这样的修法基本上违背了这个原则的道理 所以随着你对定法的不同要求 你要求的是这种定法案 当你这样要求它的原则意义就在这里之外 你为了要成长这样的定法案就必须要有这样的条件 它是一起搭配的 所以我们想假如说 但它用觉观寻视而先所在宴里 所以因为我们刚修禅定的人本身 并没有办法缠一切对质欲戒 所以我们是用观察的心 用寻视信 用搜寻它 用寻视信去观察 欲戒种种烦恼 不然你看那个原则是留人觉得很难 所以它一直从这里去验体 然后从我们身心去调整 所以持戒的在某个意义上其实就是开始对峙欲戒的烦恼 你可能不持戒而得定 这不是戒的 我们现在讲没戒神定 现在变得太多执着 不是执着 只是在冥项上说要持戒才能得定 但没有找到持戒得定的关联性 当然要持戒得定的关联 因为散乱烦恼 欲戒烦恼就是藏地因缘 那你知道吗 持戒开始防它 你不妨防它 哪有时候 同时是熏难欲戒烦恼 同时要跳开欲戒的束缚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最近有的有的禅修 哇 什么禅二禅三 我说 看你那个睡觉用的就知道不是 哪有那个睡眠盖那么重的 那我们有空就睡 还说真的是惨 不可能 我们说不可能 没有那种饮食欲 那种睡眠欲 贪欲种种 你怎么可能 那是欲戒很出重的烦恼 那你可以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行 但问题 你那个烦恼戒 对 尤其是有的人说他正的市场 你知道什么叫市场吗 所以那有时候都用讲这样的 还有 市场还没什么 还有点事空定的 看他开口就知道不像事空定的样子 那种你看到了市场 等于是对欲戒烦恼是极为远离 你很多的烦恼展现了极有欲戒才有 怎么可能是一个出禅 二禅 三禅 即为调手才会有市禅 这个市禅这样的一个境界 怎么会在你身上看到那么浓厚的欲戒烦恼 我没有说你断了 那也不肯那么浓厚啊 我们情长一直献出来的 那种事 我们很多很出重的烦恼 只有欲戒烦 只有欲戒烦 所以你如果说你这样有禅定 其实不要说我有没有禅定 风这个道理都不同了 都不同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谈慈戒 你就必须要往这边谈 所以这个慈戒就不是光只是 我常讲说慈戒亲不亲近 其实真正的慈戒亲不亲近 就不是我四向诵做到而已 我还是 我不是光吃药 而是我吃这个药有没有对峙这个烦恼 来问亲不亲近 你不能说我表将做到 但这个戒所要对峙的烦恼里面对峙 那你不能说亲近 我们说我有吃药 吃药病没好还是病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从这里吃戒亲近 为什么它成为一个条件 因为它跟五一五概其实连在一块 是不是 那五一五概是御戒团 而且从五一五概所衍生出来过时有过时 但你要同时就知道 有些烦恼在戒上并没有明界的对峙 但对一个修禅定的 你可能认为在我们讲的比丘比丘里面 没有明显的是在打那当环绕 但如果它是藏定 对我们来讲就是要吃这个戒 我们有没有讲说 比如我们在宋戒里面有没有讲说饮食吃戒这样的 对不对 可是对你来讲就要饮食吃戒这样的 那五一五概啊 因为从饮食贪欲上 饮生的过时 这个在戒法你如果有机会 光饮食在自戒因野当中就够多了 光饮食 我们现在哪有这么多 因为现在你吃饱饱的 你要是没得 你如果是没做那么多次 你就会东向西向 好像不是以前学生打火机 前三四天都念出蛋糕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觉得这都是蛋糕 他才问我说 为什么 我是喜欢吃蛋糕 但也没那么严重啊 为什么 因为在我学 我们这边还好 就是晚上还可以出去走 对不对 所以那个磨会想 就是 控制不了去试一下就磨就想 这个在唐朝那个修缠料酒 有时候就是 有的人 但我不是让你们找理由的 因为那个 一个人刚开始 因为如果你常用这种方式 他都会形成更大的障碍 但对于一个人如果修持 刚开始压抑严重的时候 他有时候必须要在市场走走 让他的烦恼性得以接触 这个可以除掉磨 所以我们就拿着一个棋子 下磨团 出去玩 不要玩笑 不过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唐朝禅师说的 一个印度的禅师 但我讲这是有道理 只是如果错用它 它会 就像我有烦恼吸毒 吸毒完了也就更麻烦了 但他当一个人调悟到无形的话 他是用这种方式 因为他是有一种稍微 稍微 调整一下 就是让他因为一个心血 所以 持戒本身也是从 小的开始慢慢增长 应该是越高的人 他的持戒越纯熟 越纯熟 所以在修缠当中 有时候他会用这样的一个 调悟的方式 当然突然发到这台 不过就是 在戒法的持守 在禅修的戒法持守 一定是很针对这个 禅帝所引申的 所以他所要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 御礼戒会转到定空间 其实这也是必然的 所以有的人 因为很强调利益戒 就是火定说 一直在强调利益戒的重要 其实在整个来讲 地公间跟道公间 是也胜过利益戒 你如果没有利益戒 你不肯成就道公戒 你如果有道公戒 下面戒也会清净 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增长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在礼上 当你不断修饰 它是见识成就的 好 但我们同时就要知道 戒法的持守 其实跟之间有关 那这个在词词论里面 谈说 光听经文法 就可以帮助相互无依无态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烦恼 它跟你的知见有关 跟你的与知有关 所以当你的文法是正确的话 这个知见智慧 它会顺向相互无这些烦恼 所以其实如果你整个来看 你就不是窗子 是字面上谈的话 你会看到修行 其实很多是缓缓向后 好 我们还是下午 有空再谈 我看那个 看明天上午两晚讲完 如果明天上午两晚讲完 我们下午就来回答问题 好 我们谈到这个第七页的这边 就是说 因为这个 就是很重 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三观 三观 其实这是智慧大师 是特别别出来的三观 但我一直要强调 因为 长久下来 我们在谈论佛法 那个中门的 一开始就带路太多的 中门的角度 其实 你在一个佛法的 当我们在了解这个缘起的时候 当你了解这个道理 去了解三观 三地 其实是很自然的 但则是说明上 你如果了解 你对缘起如果了解的 比较 逆当的话 再了解三地 其实 不是有什么问题 它本身就是这样 好 所以它 嗯 它这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 在了解真俗恶地 到底有没有偏差 所以 我们虽然 就是之前我跟大家提的 我们有四重恶地 有七重恶地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文字上 你如果对这个缘起不了解 你光硬要在这个字上去分析 你会觉得很复杂 搞不出它这个道理 但如果你对这个恶地 真属恶地 你比较清楚理解的时候 其实你就知道 它在讲的这些东西 主要是对峙 在恶地的思维当中 产生的一些错误的观察 它本身就是 这种说法只是 有时候谈得很细啊 重点是要把你维系的那种 在观察当中 你在思维当中的一些盲点 也挑出来 好 挑出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 是有助于你去理解 有助于亲近你的之间 但现在有时候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从根源去理解 但直接就是 就名相去理解七重还是四重 结果没有找它的根源 所以这个文字 到底这一重 所要描述的是什么 那第二重是描述什么 结果光每一层 每一层都不太清楚 所以插出四重七重 其实不太清楚它在说书 会出现这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 你有时候 我因为过去在这种学题当中 有时候这种名相也让我 其实有必要讲到那么多 有时候在讲 我习惯就是 当我所有问题出 我发觉这个理解啊 越来在名相上很古早 我往往是直接跳出来 把它针对现实来看 所以仰讲说一心能不能三观 三观就三个心啊 那一心怎么三观 我就有人啊 有学者在跟那个问说 一心怎么三观 一三观就三个心啊 那一心怎么三观 我说看电视只有一心三观啊 是不是 电视是不是极假极空 是啊 我看电视是不是当下我们知道它是假的 但又看着很有趣 是啊 因为我知道它是假 但这个假的现实 是不是 我知道假是不真实 但同时有影像差别 这个假 说它虚为是不是空 其空其假 那空假 没有在这些电视上吗 是不是 我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 它电视当下显现了就是 它这样的条件显现这个影像 但虽然这个影像却又不真实 就在这个影像里面看它不真实 而在不真实当中有它的见解 而这个东西就在当下 因为有时候难道 当我们不是拿到现实去观察 就问那是三观 不是三个心吗 一 所以那三观是在说明 从不同面向 而这不同面向之所以能一心三观 是因为它根本就在同一处 所以你把那个三 是三个面向 但三个面向放在一个法上 所以说三 其实那是角度而已 事实上它是一个有法 一个有法是实相变成如此 所以我观的时候 我哪需要说看电视 看着 比如说我看到那个火灾 看到火灾 火灾 然后就说不是它是空的 然后我就说不用 我看得很紧张我也知道是假的 要是真的你找跑掉了 是不是 你在现前受用这个境界的时候 是不是同时 虽然你有时候看到会紧张 但你的紧张跟真的持它为真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你其实已经知道它是假的 但能受用 你知道假的 确实从此受用它的情节 我就举例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理解东西 跳回跳出来 直接贴着事实来思考 把它更具体一点 否则都啊 你会一直在一啊三啊三怎么去合啊 其实拿到现实倒不是同一个 所以有些道理就因为这样而复杂了 所以我们试着在谈这种恶地的观念 有时候接着恶地的观念 这中间我们最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虽然知道缘起道理 但我们一旦空的时候 如果你的空的观念一旦有问题 你的空有就算你用国教的语字在谈 其实是一个切割的 还是切割的 因此当我们在谈空的时候 却能针对一个道理的缘起而安立 这个空才不会有问题 我这样讲你们稍微读一下 就是说 我不是我们之前不是讲能理所理性空气吗 那这个空要是 你是当你在观察能理所理性空气 在拜佛的时候 你看你那个感觉 会不会感觉有一种淡然无畏的感觉 因为能理所理性空气 所以你觉得你这样的拜的话 有点使不上力 有点好像只有一个单纯的礼拜 因为能理所理性空 这时候背后有一种思想矛盾 既然空我为什么要拜 所以他就无法安立这个礼拜的意 既空就不容计安立拜的意 那一旦要拜就会执着他唯一 所以又背离空意 背离空意就是执着你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空的道理不了解 你这个能理所理 若到现实在礼拜的时候你做不来 所以因此在众生在学习法当中 一旦关空他的悲心 可能在学习过程中他的悲心是会舔腿的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空 其实并不否定众生的缘起义 所以你刚开始学的话 一关空的时候 就会形成关空人的个性出来 你看一个人常常关空却有点断灭的 他会跟外面会形成隔离相 对犹如对世界有一种漠然漠视漠然的那种现象 有一种任何进来有一种理偉常关空的人 会容易习惯用空的观念 因为他是断灭的 所以容易用空的观念去遮止外来的禁止 会形成这样的科学 他不是一以元起的对空的道理不了解 他关空的时候会产生对外的遮止 好 那如果我们知道空的意义 你念我怎么念 所以这个如果不了解的话 我们要讲说 能念所念都不可得 你念看看 那能念所念都不可得 我干嘛念 是不是 因为现在在谈这个 是不是 能 就像我们说 不以色见我 不以阴生求我 不以阴生求我 那我们就把色跟阴生挡掉 那一定是断灭的 那一定是断灭的 我早上有谈说 如果他不可得 所以佛佛陀讲说 佛陀在 佛陀在 太多 我不断我 我只断烦恼 应该是生死论 没关系 我怕有我讲说 因为太多 我不断我 我不断我 我断烦恼 因为阴老没有怎么会有我 那我根本没有 他怎么断 所以在为师里面 他不断 我跟法他是不破的 因为变弃子 这个是不破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没有他能破 他只要观音阿琴 那个变弃子就没了 所以他不能去破我 他去断我怎么办 那没我你去断我 那你一断我 就形成那个恶心群王 因为他没有 除非你设定他有我才断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我执法则 是建立在依他其的重源 所以应该是观重源 就断我执 而不是去断我执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念我当中 我们同时知道 所以我说你试着看看 但如果一切是空的话 你念我 你的心能不能跟得上来 如果色不可得 阴神不可得 那我为什么还要观色 还要用阴神 你试看看你能不能用得上 我就道理完了 我们可以谈到 哎呀 会有会空 会来会去 你就念看看嘛 你就拜看看 看你拜的有味道没有 是不是 我这的话你讲完了 你的心其实是安住不了 对吧 这里面如果安住不了 经常 就有断场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一直在反目强调 极空极甲极中 这个观察 这个空乃是我们讲的波子 这个空从来 它并没有火定它的缘起没有用 它只是火定在缘起当中 你所生的那个本不该有的之中 所以我们当初我在看金当金 他说不以色见火 不以音声求火 其实那时候我就讲说也不以色不以音声 这位中文说的如来信就是世间性 世间性如来信了 所以你看我念火 我这个念火音声 我借着色 我是不是离开色受想行事 我是没办法得到空义 我是在念火里面才能有所觉悟的 我在音声跟色受想行事里面 才能照见这一个虚架 那我们从方便来讲 我借着念火 我知道他空义 但我借着念火不断的 以这个先方便指 就是以患指患 我先方便来指他 但我虽然指他 是不是同时射掉很多烦恼 所以我是一层一层上去以后 这个念火本身他就是一个善巧 他本身就是善巧 所以这一个善巧我 也就是说 其实为了要 为了 为了要证得这个极尽意 我是不是必须 也急于我的无音 我急于我的四念处 是不是 因为不然我的空不能单独得 我们需要依着一个法 那为了 所以安波法走到最后 是不是也观法无我 是 他为了要达到观法无我 观心无常 他是不是要先从呼吸下手 所以呼吸下手 当他身心稳定 身心 第一个同时借着深受心法 因为他的 借着专注安波法 他的身心慢慢清静智慧 就是定力也强了 观照力也强了 这时候他就能看到 这一个现前 这一个由呼吸所结构出来的深受心法 从这里才能造见无音结果 所以呼吸不是要你止 但没有它 你不容易看到这一个圆起 但念火是不是 念火他就是这样 我这样的念火里面 就让我的这一份原来的肉燃如原器 慢慢转为清静原器 所以他不可得 但却是有妙有 所以我必须要在念火当中 我在念火我不止音声 所以我们看到摄像火 看到摄像火 我就举例来这个火是个火 这个火当然不是火 所以我不能把火 持在这种摄像上 因为第一个它不是 再过来 我必须要看到这个摄像本身 在引导火 以望指望的过程里面是必要的 而正因为遗忘指望的过程 这个火像不是火 尽能成就火异 所以不妨碍我借它来显火功德 我不会去火定 但我又不会去指它 我同时在礼敬这个火像的时候 我是借火像显现这一份亲近心礼 所以在礼的过程 其实是在对峙烦恼 成就功德 而我既不会去指这个火像 且也不火定 这个火像放在这里 我礼敗的时候会达到人 是不是 它不会也是 所以我正因为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我在念的时候 反而更加亲近 我不会去火定这个念火 对我的这种作用 所以念念当中必须要非常亲近 所以有的人到时候 一切功我为什么要念火 那就看你能力行不行 你可以不需要 但我觉得现在这种人不多 你显然还是要有个皆知 而不是说我现在当下放空就放空 你如果现在能打坐现在放空 那我现在跟你借钱看要不要玩 那就放空 我也很乐意跟你借钱你放空 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打坐当中一借关空 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等我借完你钱的时候 你不是告诉我放空 你下去放空 能借说借也不可得 我绝对很乐意你关这个法 关完了这个钱就不用管了 那你如果说你打坐能放空 现在变成这个那么很粗糙的 不要讲一切法空 就光借钱空不空你就放不下楼 这还是一切烦恼 因为社界没借钱 真的是 你还出三切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现在很多的空法 是用遮止的 不是 所以当我们了解的时候 念我有没有用 念我当中 对着我现前还在执着的心 我的念从直以阴生 因为我需要直阴生 后来我慢慢不需要阴生 为什么 我这时候能慢慢达到真实的念 所以达到真实 因为我就像这里面讲的是 如果 因为活从哪里来 你注意 如弥陀本愿跟我的心 它本愿所显的功德 其实我内在也有 是不是 只是我是因我未成果 成这个果 但我怎么 我是透过我如何 我启发这一份功德 去跟它相应 所以我现在假如能了解这个道理 我其实很多方法 我是不需要 我就直接 问题是你没办法直接 所以我们现在就隐身出 所有拜佛礼佛乃是所有功德 其实是帮助你达到这个努力 显化这一份功德 所以说如果 你如果具有这种智慧的人 你其实就 你看喔很有意思 当我彻底一口气 不用方便直接观实相 很多人在观实相的时候 就连我功德都合定到 所以他修不来 所以很多人就在讲说不要观实相 其实这个问题是出在对实相的误解 对实相误解 所以当我了解这个道理 我放下这个 我知道活为何是我 所以我只要 只要如实念佛 你知道什么叫念佛 我们现在因为着重是因真念佛 而我是真念佛 因为我知道 比如说 就我认知的你是这种功德 所以我就我认知的 我就用我认知的跟你应对 后来发觉 其实 比如说我跟你供养 赞叹 那也是你修行 因为是建立一个因而因缘 后来发觉 其实你所要的不是这个 是更深的 后来我就不用这个 我就直接用你最想要的 是不是这样 懂吗 这才是真正的 以师志为己志 以佛心为己心 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那是真念佛 这样知道吗 因为我们小孩子不懂 所以我们就跟父母 就是跟父母用小小的供养孝顺 爱一下孝顺父母 其实父母也爱的 就像我们去供养佛 佛的功德很大 可是佛要的不是那个 佛要的是你的法供养 是不是 所以你看那个普贤切念品里面的法供养 那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供养 但这个供养能不能顺向法供养 可以 但你如果能直接法供养 这不就是更是如来的本愿吗 所以当我们了解 如来是要我们能显现真实智慧 那你如果能当下显现如来真实智慧 就不就是真正念佛吗 是不是 那我也知道 当我真正念佛的时候 是不是跟我的本心就相应 所以不要的是这个智慧 而不是当我实相的时候就火定了 不是 是当我实相的时候 刚好正显现如来的亲近功德 我也以对世间的无杂然心 显现真实功德 正是火要散巧接引我 令我往生极乐的最终目的 那我现在就可以纷纷的顺行的 如来的发现 所以我观实相其实就是远离于知 是 我也以免离于知 最究竟跟如来的心相应 不是吗 好 我走走一切想要令师长欢喜 那不如就以师长对你的最深切的期望 你如果说我用所有供养 那你不能一家放心 如说行者更难 所以佛要的是这种 所以我们后来念佛的念 我们是用因生念为主导 但即使真实的念是那个以心跟法相应的念 这才是真实的念 所以我就举那个例子 就是说我如何跟佛相应 你用仁天心跟佛相应 你用生文心跟佛相应 你为什么不用菩提心跟佛相应 那菩提心是无上正能觉 那就是说我学佛所行 就是谁佛所行自佛自处 我佛是能测见一切诸法皆空 我就以测见诸法皆空 跟佛相应 这就是识相应 你就用这个道理再去看 所有的真念佛 经典的语言 你不然查一下 什么叫真念佛 你结果它就会跳出来了 所以说如何更相应的 所以为什么少善跟佛相应 它也是为了要达到这个 所建立起来的目标 让你无他无成无子 所以我们讲说 徐徐秘密在寻求阿弥陀的悲意 它会讲说你只要依教奉勤就好 你那么紧张 你只要依教奉勤 依着法去觉悟 这就是相应之道 好 所以你看它这里又讲 述求阿弥陀 我们前面讲就是 无心之物也合假而不空 心万物之心也合空而不假 集心集物集物集心 合中而不空假 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 我早上就讲说 有时候到来到去 我们会觉得很不容易懂 但是你如果把这些道理 用实际心在看 你就会发觉 你这个理解就很紧张 可能就是这样 极空极甲极的 因为就一切法的当下实相 它本来空假中只是一个面相而已 所以已无三观之一心 照彼三地之一进 亦无都可以 那就随顺这个方向去 所以虎须大师云 尽为妙假观为空 尽观双望即是中 望照何常有先后 一心融解了平中 这个当然讲的会很殊胜 但其实这个味道 我们如何去试试看看 去进场 因为当我们去 我当然这个只是让大家去比拟 你看 我们经常在修观的时候 会有一个 当然这个是刻意是 一定会有这种过程 但我现在先讲 不管你的过程怎么样 有时候因为 这个就是我一直讲 就是当我们修行 抽离现实的时候 我们会在概念上一直玩弄 但我们试着用比较平实的 就在这个假处 其实是不可的 好 那我在面对境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是这个电视 那 你一个人在看电视 我们先不要说去欣赏电视的啊 看看节目这样 我们就当做普通这个节目 就普通的节目 你也不大需要 但你要看它你会怎么看 第二 我同时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看到它是如是如是一年 显现这样的影像 除此之外了无可可 这时候我既不要冲离这个劲 但也不能对这个劲额外加入进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又几件事 因为唯有这样你的心才能实战 你必须要把所有所理解的法 回到现实就是实相 现实 所以你这时候你的心才开始 是一种 你这样的修观 长时间下来 是不会落入纯粹的自我存眠 因为有时候修学是一直扁除外进 落入自我存眠 只好保持这个常态 这个状态 一出来是不行的 有个人可以在山上公布很好 你还走到我们这边街上一丢碗 在有好几年我在这边上课 有一个我就想到 你们在这里进出啊 命头要守住好啊 哇 这个男男女女那么多 结果那个同学怎么讲 是啊 可是喔 我们在这边啊 那个从山上来的比较危险 我们这里的比较不会 那意思是我们常在这里困久了 这种多有免疫啊 那从山上下来的 对啊 因为大家很干净 一直都晕得头 所以像我们这里出问题的啥 可以讲诱到你 在山上会上亲戚一来到这里 哇 有了老入大观园就晕得头 那我们在这里 不会不会不会小会死 平常就这样的没问题 好像也可以 但实际上也确实 有很多修行人常常在身上修 他是用一种自我锁定的 他的智慧不是现前观察的 就是他常入禅定的一种自我明强境界 他是催眠境界 所以他远已近的时候他心没用 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习惯的是禅修 我这个是举例啊 不是每个都这样做 我只是举例 有时候你不妨用很实际的心 面对性 给一个更真实的理由 他实在只是差那边 不是一种理论去贴上去 是实际上你发觉 那我的心要放哪里 如果就像我看到这一个人 虽然对我很殷勤很重 实际上我看到他是虚假的 那我又不想得罪他 但我又知道假的 我就跟哈哈 你好 为什么不这样 所以电视就看了 哇 有影像 实际上都很难住啊 住哪里 所以我们有些人到最后又出现说 世间不可安住 那就不可安住 内心就产生惑后 因为他对我有执着 其实他必须要 世间不可安住 而那个需要安住的你 其实也是假的 那你说那这样什么都没有很无聊 不是 刚好这里又出一个问题 要么就执着世间不安住 但内心却隐隐对自我肯定 这个修行就会很苦闷 另外一个人有人觉得世间不可爱 我也不可爱 他心恶安定了 但内心还是起不了喜悦 他是一边的火定 他不知道后面所引申的真正的空 是在妙弱中 所以那种因为极境而产生的 无比的解脱自在喜乐 这个你要知道 这个空就不是光是死期的空 半死不死很苦闷 前死期就像冰块 可是现在不是 他是活的自活 他是从一对世间虚妄的远离之后 他展生了 虚妄远离的余思 展现为智慧的时候 他是妙用的 他是喜乐的 他是解脱的 所以佛法的理解必须要如此 所以当你在面对境界 你假如你给的道理 是纯粹佛法概念的道理 拿到现实没有 你要把佛法的道理随时贴着现实去应用 而在现实当中试着应用 这样的应用出来的功夫 我就早上讲来自现实回到现实 我说他空是因为现实是空 所以这个空的智慧也回到现实去观察 这才有没有 不是我们常年修行会跟外面产生一种 用心态去隔离 但并不表示你心对他是 会攀岩的 只是你在无菌寺里面而已 你出来一下就是了 所以 我们后来 这个当然每个人状况 我不知道每个人状况 有的人到最后很有道心 修得很好 很沾沾色系 一出去 然后他觉得很看不住 所以他急速的赶快会散散 为什么 有的人他会觉得 事件真难入 其实你应该看的是你的功夫不得地 所以变成有的人快速 就很忍不想出来 后来在学火里面出现了问题 这对世间无常苦之厌理 但我们很多用世间无常苦 染污污秽种种一切 其实是在掩盖自己的无能吗 对 这样 对 我们用很多理由 我们的学火是越说越修越退却的 我们是应该看清楚以后 就是 我知道他苦我不担走 是我不需要 而不是我无能力于面对他 照理讲是 我会比以前更能面对 只是我觉得不需要 这种染路法归我所求 但我们现在是因为无能力 已经常识在 活门当中的自我想象 所以他一直在告诉我们 世间不行不行的时候 他能力是一直排除掉 就是把这个能力一直想 我就压下来 所以他又很多好像世间染污啊 容易如何 其实他是无能力面对 他必须快速回到他安全的环境里面 在自我睡眠 这是我观察到的 所以这算是有道心啊 就到最后其实他看不到他是劝我们 不是自在的 我之所以不涉入是自在 我不要 是我无欲 和我 发觉我面对这种境 我无能招架 我必须回到活门这种安闻环境 我才安闻 其实那是能力的退缩 并不是智慧症 是不是这样 这个注意看一下 所以我要讲说 所有这样的方法念我 念我也是这样 我的每一念当中 我同时知道整个佛号 我寥寥昏明 我重点不是那个寥寥昏明 我是让我的心 同时知道这个佛号 对我的整个佛号 它代表的意义 我如何用什么心念 而这个心将 这个念果心将引申我内在的这份功德 而跟如来相应 所以我是有信心的 我知道它是缘起的 是这样必然的道理 所以我就安闻 我不他求一句佛号念到底 我就以就像那一句佛号念到底跟那个眼镜里面 我就取一根 以一根圆筒 那到底也不是一样 所以我一句佛号够不够 够 只是你只能把他那一句佛号念好而已 那其功其甲其中不是吗 对啊 就是又一个题目 为什么一句佛号能具足万得 你就用一章节 你看 现在变成了 很快毕业了 好 所以 你看 我们对世间极空极甲其中 对佛法极空极甲其中 所以我们了解世间的极 所以问题在甲的源起当中 因为世间的甲乃至佛法修行的甲都是甲 但世间甲不空的话 世间甲不空的话掉入轮回 佛法的这种善 就是佛法的甲是善甲 如果不甲的话 道品难增上 因你一卡住了 因你一卡住了 是不是 我们修行是不是一法一法一法上去 以谢出谢一直上去 所以你只以世间法 就掉内世间准备 我们在于 我们世间指掉到世间 我们只以诸世间法 那这个道品也就一卡住了 所以我们同时在念佛当中 能知道这个佛号的意义跟价值 我们欢喜念佛 那为什么我知道 正因为它可以让用这样的佛号 这一份意念佛功德 可以转后的身心 就这么一个佛号 它一行三观 它能成就一进三地 它能成就这一份圣证功德 而我就像我 你看啊 这道理是不是一样 我好好踩踏我的楼梯 我欢喜踏这个楼梯 而我却欢喜却不止 因为我知道 此反而会障碍 所以我一步一步踩上去 我一句一句念佛 而念了能到彼岸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 还原事实的一个修法 所以我念佛当中 我不会一直像很多人 持阴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它只有停在阴神 它没有那一份法在里头 所以只有一直念 它就是仰仗的这个阴神 但它不是用这个阴神 所代表的法不断在进化 所以很多人念到这里 就变成直阴神了 直阴神有阴神求我了 我们是借阴神寒色法 是用阴神寒色法 不是只有阴神 好 你就请一下 可能来不及回答 我们明天下午 我想我们这个课明天上午会结束 那我们明天下午来回答问题 所以要是有其他问题也可以 就明天下午 来 我们一起回答 现在可能微答会 现在可能微答会 来不及 来不及 好吧 谢谢 好 刚才有谈一个观法 也不是观法 因为这是很多经验当中 有时候我们在观 变成 我一直强调说 不要一直脱离现实 让自己不断用 让自己用法 就是我们作者 然后不断地把我们所失忆的法 现前 这个本来也是一个过程 但我只是强调说 不要始终只是进入自己的冥想范围里面 必须要是 我举这个例子好了 我举这个例子 我们 比如说 我之前有几样的例子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跟我耍白眼 看到我没有刻意 但我等冷静下来 比如说我白天的情节 晚上坐下来 对喔 白天那谁对我白眼 那就把所有最近遇到了 嗯 他一定对我不白 加上有人说他如何背后怎么样 综合分析 这个结论 他不喜欢我 所以 这么一个观察完了以后 回到境界 对他马上就跌十百元了 所以 我有起这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其实整个修行并没有拖离现实 即便我们静下来做种种思维 其实好像离开现实 但我的思考并没有真正拖离现实 所以我是从现实的种种观察里面冷静修直观 所以我得的智慧也会回到现实 对不起 好 那我现在为什么要讲这 因为他这里虎西大师讲说 静为妙甲观为空 静观中望几次中 望照 叫做望 就是空的意思 望照 何常有先后 因为既又要照又要望 对不对 望的意思就是观空 照又要加油 这个哪有先后 如果有先后的时候 因为是脱离的 所以 一心融解了无中 所以 过去 你看 其实你看到今天里面有很多大 很多人的开悟解脱 他是在哪里 他并不是在大作中 他是在对话中 是不是 他就对话在政府了 所以重点不是那 做是在辅助你观察 但做不必然 所以虚生讲说 虚生你们谈的话 就是不是谈作 但我们要不要 所以当然要 因为我们心很散乱 善跟强的人 他已会成就定 已定成就会 所以这个东西 都不要偏而说了 要知道法的源头主要的 你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人 你必须逐步的修戒修定 这才能成就 但我们同时知道 他有这种必要 但必要原因是在这里 所以如果这里能达到 这个不是一个绝对必然的东西 是因为在你这种状况底下 在你这种烦恼底下 这个东西你的质量不够 所以你需要它 但你的需要并不是讲它 是自信上的需要 就是本质就是不可或缺的 不是 因为经典不是这么谈 所以当初有很多大的 他们是在应答当中 看到事项 是 就是他可以在 你看虚生子看到那个 他就老死生有取爱 他就一路上来 他看到震道什么 只有这些从没有一法真 而从这个道理 包括自我身心内外一切 都是依这个缘起而有 所以我们所有的执着 是靠着我们无名去支持 所以这个束缚并不是外在束缚你 生死也不是他来让你生死 是你的无名让他生死 所以他一觉得说 生死就掉了 就在那里 所以重点是 他能不能把这个关键的东西给松脱掉 那为了要达到他 我们才会有很多的羞耻 但如果 这个所学的 并不是能帮助我们 结果不过是 只是境界环伏在那里环伏 那你只是笼罩在你的认识底下 你无法走出你这个关照 而面对现实生活 所以我们是因为谈到这个东西就是 有时候打坐 我举这个例子 只是让他再提醒 要我关空 不如我实际觉得他实在是不可爱 比如我讲说 你现在有人骂你 你就关空 不用啊 你急着跟他讲 你为什么骂我 他说我骂别人 骂上空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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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举这个例子 我关空的意思 你要给他理由 你不能用一个 嗯 因为这个有点类似 这个是不大好讲 就是说 同样在关他是因缘的 同样在关他是因缘的 但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会有用 因为你的关因缘是实际 你能说服了你自己的因缘去关他 不实在 就是说 我关他骂我不可得 他我带你去看 他的确不可得 是不是 这个的确能说服你 甚至比如说我骂你 你很不高兴 你来找我的时候 其实我有骂你 那我就讲说 没有啊 我骂别人 在你来讲 我这个理由 因为你找不到我真正的内心 但至少你知道 你信得过我 我跟你讲的理由 其实我骂你 那我没说 但你相信我说的 所以你的怀恼就窒息 为什么能说不见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要关空的缘起 必须是能说服了你的 不能只是用概念说 哎呀他骂能骂什么骂皆空 你还是成熙的哦 为什么 那些理由也是道理 但这个道理 还不是你真能信守的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你今天在很多法的学习 必须要贴着现实的缘起来玩 或者你就算你把佛法的概念 学得很熟 你就把这个概念贴到渐渐 你会放得下是它对你影响不到的 这样的烦恼是在文会诗会可以推置 这个具体的烦恼就必须靠修会 因为修会是要印证它的 懂吗 我们要透过理论能降伏的烦恼 是在这种圣节作义当中能降伏的也有 但这个烦恼还不是一个很强的烦恼 很强的烦恼 夜是具体的烦恼 夜要给具体的理由 我为什么要谈 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很多修学 是越修越抽象去的 所以你可能会谈很多道理 或是你很实际在修 其实那只是因为你来碰到烦恼 你碰到内行冷就 踢你最痛的地方一踢你就跳起来 因为你没有蒸发 你是长期的自我存在 所以我说很多人 哎呀 修学会磨藏 我说他不会 我很忙的 他不会找你 为什么啊 你又在家里干嘛干嘛 我们很多人就以为说我们会磨藏 我说 如果有人讲说我会磨藏 我说第一个 你还不是那个料子磨会找空来找 会抽空找你 没有答案吧 你要是够料子那才找你 所以你放心 你这种料子不会有磨藏 因为你连一点处理的样子都不像 哪有磨藏 所以现在磨改变态度了 磨就跟他磨子磨顺 就是说 现在那边几个修行人 你要好好的护士 但是奇董 我们这个模仿这件事 是不是变得掉了 本来就是干扰修行人 他现在就过来 要好好的护士 他意思是说 他正安稳者 你只要继续让他安稳 他就完了 你千万不要干扰他 干扰他 干扰他会逼起他的道心 所以你们现在要护士的事情 就是让他继续安稳下去就好 所以怎么会很磨藏 你爱的很难还磨藏 所以很多修行 必须 所以后来你会发觉 其实烦恼是善是吃 你会学的话 用古籍里面做什么 这才能感受到 这个自己极端的不智障 会修不会修 有人逃避烦恼 有人是面对烦恼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到这里 假如我们不是用一个很深刻 对人事件很务实的观察 你不容易去感觉到 望照何常有限 就是说 这个世间的虚假 真正活活生生的展现在我眼前 对不对 我何须去另外去改变它 它就是如是如是像 如是如是的虚假 我的虚假理由 是我真的看到它 一路上生活经验 也看到这些东西七七落落 真有也真没有 这时候当我自己这条路走到这里 也真有也真没有 那我何必在宁求 我只是在看我的能不能战破此处 所以有时候当你做这种了解 你静下来你根本不用打坐 你的心就有一种 很有一种出脱的感觉 这个出脱不是我离开它 而是我是急以它 我急以它观它不可得 我急以它观它虚假 我就在这一个很现实 就在我身心上 我看到它的心情虚假 然后由这里去深觉悟 而不是用另起一个观想脱离这个情境 去自我空假中 是不是 这个味道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透过这个道理的时候 事先这样 那我念火的时候相对会死心 所以有时候在念火很动荡的时候 不如放假火 用现实来念火 人生无尽轮回至止 然后就继续轮回 诸多留恋 那一直都一直缓回 那看到很多人好也坏也好 虽然世间怎么样 你就是从一种更广的角度看这份现实 然后从这种能说服的理由的事实 来告诉你自己应该怎么去放下 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完了以后 也知道一句火号 也就是我归相路 我就昂昂问你听那句 念下去 你绕他一圈 做如此的方向 如此思维 再念那一句 你就发觉整个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就举例了 没办法 因为这个都是经常在念火当中 一点一笔一直引导的 现在我这样讲太多 这个没办法 但我只是说 有时候我们的操作 是太过勉强背离现实 这一份虽逼迫自己 但内心是不心态意诫的 压不了太久 你唯有对这个法是由心态意诫的 也就是所有的心态意诫 就是它就是这一份事实 而这个事实 生死是这般现实 活法也是这般真实 就是生死很现实 活法也是这般真实的面对现实 一切回归到这么具体的 活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全 就是这般 所以那个心境就不大一样 念火是 你如果抽离 你今天 你不再练习 你会处在苦境陪电 你走出到世间乐境的时候 你的心就晃掉了 那你如果是一路上 就是面对这个现实在做一观察 也就是说你的公务向来就是面对这个现实问题 我就是在苦中就在观 我在乐中也在观察 我知道你的情境一变 你习惯你在这样宁静的环境观察 你要知道真正病苦的时候不是你想的这样 一切都归你能制止我 我们现在这种好手好脚的一切 所以那种念火跟那个都不能动的那个是不一样 你光处理这种苦恼都来不及你来念我 所以那个我不是举个例子有一个法师都在行法 到了最后来认 本来认他是说现在治疗会好 结果一治疗完了快速变化 要他念我 念什么火 你不知道我多痛 我都受不了了 你还跟我讲念火 你会讲这功夫不好 你看你也一样 因为他把念火跟苦拉开 其实念火是极以苦生念你 这个行为没有什么 所以他以为念火是要跟苦拉开 没有 他是用苦在念火 这种观念弄错 所以说我怎么念到现在火 有一个我就不说 因为我不谈 你觉得他念我念 他是 我怕人家也有讲 他是积极在推动念火的 刚刚有一次病了说 我这样用心念火 推动念火 为什么我才遭遇这个 都正常嘛 你知道光这个观念 你就知道 那个念火观念是有偏差的 他那个念火可以保证 这样的用心可以保证业保护前前 这个观念本身就不秦极了 正因为我现在念火是在结未来的因 而我这个果报是应该到的 正因为这个果报如此不堪 我才厌你的 这样的觉悟才是真念火 这样的生死不堪 这样的无常故苦 苦无我 无法自主的这份虚假意 这份亲王的身心才是我想舍 不是舍外面这个 这个悠悲恼苦一大苦聚集的 这个生命才是我要厌你的 是很少走这条路的吧 念火我们很少走这条路 其实这条路才是感动的 不然你看我们现在很少走这条路 我们都说 哎呀 净土多好 阿弥陀恩基 你呢 你同时爱 同时要 那个双手阿弥陀佛 双脚练在那个所佛 所以阿弥陀佛来 就走了 因为他一拉他会把你扯断 当然他不会来啦 因为知道你不是真强下去 所以有些东西其实非常可以简验的 因此在修学当中 一开始那个认知观点 我在讲说 为什么我要大家不用声音念 因为我要把你审查自己的 那种过失烦恼的那种观察 弄戏眼 所以我怕你在阴身火号当中 你的烦恼隐藏在火号里头 我把火号拿掉 把帐拿掉再看你的腿硬勾 我说说佛号当中 一个真想回家的哪需要声音 你看看 放这里试看看 一下你就言行辟路 你说那个林总 林总不一定能念得了火的 你林总那个氧气罩盖着灌叉子 你也没气 都很喘 你也不要开玩笑 你去看一下就知道 我那念书你也拿起来 你的笔都拿不起来 我就不要回来这样 这个对我当初病都是很重的 这很重 这就给你吃的很重 那写也不能这样写 就用推的 因为没办法刷钱 所以刚即便你出院 你那个笔 你的事都是歪歪曲曲的 握个笔就往不来 拿念书你 所以不要拿那一袋太大船 那一袋太大船 那一袋太大船就完了 早知道就拿小船了 我还是愈的 我这家你看你怎么搞 对了 大和小都不差这些 我就是你要知道 跟你想象的不同 所以我想讲说 你如果实时在法上的关照 很能扣理 所以有时候 你会在动中当中 给有一分宁静的心 在揉造着这个世界 迎来送往 也不妨你念心有一个觉悟性 在看着这个迎来送往 是不是这样 实际上这才是动中功夫 那这个功夫没有 你静中功夫就很难什么 为什么你大部分时间在动 除非你一直在长修 那即便一直在长修 你也必须偶尔出来走 所以过去的主持大德 它就是偶尔功夫可以餐中 它就利用外在去念自己 看看自己功夫行不行 余学师利润是不是也有这个道理 当我的禅修可以的时候 我就把我比较乖的镜 试着观想起来 就看你的心什么什么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 你必须要借着自己的观想进去撤自己 乃至到最后发觉功夫还很純熟的话 出去外面走看看 你如果发觉你的圣镜会动荡 你就知道这样的镜就能动荡你 但如果再更强的镜 你完全是无法造假 他们的修行是这么实际的在练习的 好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 第八 感运任运 我心感诸佛 彼佛及玄印 天性至相关 如时时息真 就是本质相印 为什么 心火众生三无常 本质相同 问题是心火众生 这个心转哪里是火 转哪里是众生 他本质不相伪 所以这个感应当中 感应当中有的人 他知道诸佛法身同意够 同意共法身 所以他就以诸佛共法感应诸佛 我不是讲说诸佛同意法身不是隐坏的意思 是所有诸佛他之所以为佛的本质是什么 那所以当我的心向着 为什么在经典经常会看到 诸佛伸首摩蝶 因为你这个法更是诸佛同意法了 诸佛都是由这里成果的 所以你要是照见诸佛接空信不信诸佛受尽 诸佛的现前末顶 就是这样 三世诸佛都是由这样成就阿难过的 所以这才是德里最诈加持 是不是 因为我以这个法去顺利一切复兴 这才是彻底 所以我刚才都讲说 你如果了解佛所真实义 那我就以真实义来念佛 所以佛是用诸佛 不是那个断面空的意思 实相可是断面空一直在强调 是实相是以究竟智慧能造了一切 这才叫做什么 一切自制 才是佛之制也是佛的真实义涵 所以我就以顺向佛这个智慧来念佛 所以应该来讲 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应该保持的是对世界实实念诀 对不对 是不是 我祈求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不停下来对我现前无印的关照 你求佛不如看自己 因为你看自己舍下对自己无印的爱着 是不是更贴近于佛 所以我用我这个心去录于这个道理 所以我念佛当中深深对世间厌礼 对自我之厌礼 由这个厌礼反过来才知道净土多殊胜 因为众苦没有才叫净土 所以我知道这个功夫的处就是说我念佛 后来念佛是什么 不是阴切地一直忘我 而是那个念佛的心突然从外就走回来 对不对合理吗 他就叮叮动 不过就是说那个念佛的心 开始不是一直仰望着弥陀接 而是那个念佛心开始怎么样 照见自己这一份对世间的爱着 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观这个极空极甲极中 这个道理是不是就是跟我最能讲的 所以念我从一直阿弥陀佛你哪时候见佛 你不信任我才这样念的阿 我知道我皆以余用以求 我们十二门中里面就谈 如果自在天要人家求就不自在了 自在天要人家求才给人佛 这个自在天是代元生的 它自己的慈悲是不自在的 若活的慈悲皆以余是要我们求 那这个活的慈悲是什么 它不是无言大者 它是有缘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信得过就是它的感应 所以说了解这个道理 更能直下念我直接就念入心 所以念念当扣住自己的心 念念当中观察这个世间的虚假 念念当中知道这个信念 我同时观照同时信受佛法 所以我知道这个是众生的环绕根源 所以解脱也在吃 所以为了顺势我发菩提心 所以念念都以发菩提心 以智慧心在念当 这个才怪 这个才怪 对 那我们现在你看 如果我把这个道理弄清楚 再回观我们现在所谈的念法 你看它的里面是不是少掉好多 那这个少掉好多也不 因为现代人没办法去理解那么多 但我们作为未来要教学者的 你不能也同样用这种标准 或者面对不同更新的理由无法利益 因为你自己知道的就是这样而已 对 你自己可以更成熟 但你没办法对所有众生讲到这么圆满 是没错 但问题要是有人 所以在清朝有一位大德 去讲说 现在的那时候就讲了 那个我词也忘了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把念法讲成这样 会让上根人不知长经 让中下根人会写大 因为他真的这样子够了 所以本来可以上求更好的结果 因为他把念法简化之后 他认为这样就够了 这种人其实可以更加具足之良 结果因为讲成这样他就不求上见 而中下根本来是因言不具足 他却以为可以了结果卸来 清朝一个大德就讲过这个 所以这个情形他们找了 这个过去大德就已经看到这样的人 所以这样的佛法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讲的过于简略 其实会让上根者不知上经 中下根者不知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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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一路上这个论一直在建立这个根源管 感通的管道 是不是 我们感应知道就找到它关键源头 所以所有树上这个源头的感应才由这里出来 故曰 诸佛是众生心内诸佛 众生是诸佛心内众生 其实用简单词就是说 诸佛是究竟觉 众生是诸佛里面的本觉 那本觉究竟觉还是同一个地理 只是本觉的众生还未觉 那佛究竟觉也是觉这个 那众生明也是明这个 明虽明但本具最讲本觉 所以你看诸佛是众生心内的究竟觉 因为诸佛是众生 众生是个本觉 但众生不离开众生 只要究竟觉也就是诸佛 那众生是诸佛原来的本觉 因为佛就从本觉到究竟觉 所以我们众生其实跟佛原出的本觉 也是一样 其实本觉究竟是离体之一 既此而言 则诸佛众生心今无时而不通风 但诸佛无时不亦度生 众生念念已知弥悖 故世智菩萨云 一人专益一人专妄 若拱不拱若见亏见 子若亦母母如母亦子 母子立身不相为缘 若众生亦佛念佛 信前当乃必定见佛去佛会 所以他是用一个简单的道理 因为他可以同时在四项上讲母子的因缘 但这母子里面讲出的 就是现在讲的这份体幼的差别 其实是怎么样 他从来母从来没有离开子 只是直被诀何诚 那如果只懂得被诚何诚的话 就不相为缘 知道 因为他并不离开 但看你如果 所以 当你懂得怎么念佛的时候 那个感通是不是就 因为他本身感通 我在这里要强调 那个感通是怎么样 当我们懂得念佛既是启发自信的人 同时又跟常驻佛相应 这个叫自立他 因为我这样来念佛 同时是不是同 你看啊 我们不是讲说二四神决定 所以如果他帮佛来 我也必须用相等心才能见佛功的 所以我相等心的同时 是不是也是启发自己亲近的佛心 那我这个亲近的佛心 你是不是同时又能跟他方佛这份相应 是不是更加究竟 这样自立他力 是不是自立他力 所以我讲说 如何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 其实是发菩提心 因为那个是同一本子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想说 借由佛的四十八愿皆灵 跟我以发菩提心 这个心跟佛的愿相应 其实这个发菩提心求生进度 是最能跟四十八愿相应的 因为他启发自己的佛性 同时最能跟佛所献的功德最能相应 所以为什么三倍都发菩提心 所以后来我在讲说 像我们很多人在受持菩萨戒有点 我做不到 我不是受戒来这样的随便换戒 可是你要知道 从来没有人把菩萨戒做得很好 但这一份愿意行菩萨道 这个菩萨戒是因为他让菩萨菩提心具体化的 这是你看受不受戒其实差很多 如果你真发心的话 即便你没有完全做好 但一个人你看 一个受持菩萨戒的那个决心 跟受持菩萨戒 他在于菩提心如何具体化是有差别的 所以那讲再过来 假如我们把菩萨戒具体在生活开始奉持 是表示我们的菩提心也在这个菩萨戒的修持当中 等不断在张牙 所以菩萨戒虽然有很多我们做不到 但不要因为做不到而生他 有人经常在有些做不到的地方 我不是你要去忽略他 而是你不要因为有一些 就比如说这个工程一百亿好了 要我有一百万做不到算了我不做 哪有这种事情 一百亿一百万做不到 那给我至少看多少 能捞金量高对不对 正常是能捞金量高 不会说因为一个整个大工程有一块做不到 那我找人越来越可以 我不可能因为小地方做不到 就舍这个大功德 所以我们都忘了这个大功德 他对一个菩提心跟菩萨戒 他对一个人在掌养众善功德的价值 没看到这一点 所以经常为了不能吃素不能怎样 我说我不是叫你吃粉 但我要知道你应该常依念菩萨戒 对圆满菩提心 对收拾众善法的价值 你可以给看不到 白白浪费掉 因为这个菩提心转为具体菩萨戒 也是念火往生的重要之内 而我们身上都记住 只是我们要去奉行 我说你要知道 一个人在掌养菩萨戒 就算百分艰难 甚至有时候都做错 你都不要过来 你都不要过来 因为这一份菩萨戒的持得不亲近 也千万不要因此褪色困境 因为那个过失其实比起你受持菩萨戒的功德 它是不能比的 它是不能比的 大家不了解这个 所以它是宝 所以我不是纵容去犯菩萨戒 而是我知道本来难 就算我会有染污 会有过失 我也坚持不退菩提心 这是大宝 连那个钻子丢到混坑里不要 你告诉我 我去跳 一刻它就跳下去捡了 何控十刻它了 当然就沾下去也没关系 你说沾一下就好 你不要跟我讲 我下去饶我 如果珍宝哪怕一些染污人 所以这个其实是从法上一个身心引起的一个整体的缘起 在看这个借功德 修持的功德 包括念火功德 它其实当我们有这些观念的话 你有说死菩萨戒 我讲的这个很真实 这个心有没有跟念火还是有关法 你平常守护菩萨戒的这个本心尽量 因为菩萨戒整个总的来讲就是四射六度 你在这样的一个练习当中 其实会把你的心调炼为更沉重 而这个念火的心就同样整个心 它就会这个东西会带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欲佛念佛 就是说 你如果能意识这样的功德 其实念火三昧的最大本质就是啊 不管是念哪有佛 念佛本身的第一个它本质意就是见佛 念佛的感应就是见佛 这个在其他地方都谈 修念佛的第一个功德就是见佛 所以你常意念 这不管是你念阿弥陀佛还是怎么佛 反正你念佛 意念佛就是见佛 就会生在佛中 生在有佛的地方 因为义佛所引申出来的佛报就是这个佛 所以有人说 我不念佛 你知道 三昧的不念佛 有啊 有人讲说 我们不念佛 有一个章话 他说他不念佛 我说 嗯 好了 厉害 既然三昧也说不念佛 他以为那个念佛就是这样一直念的那个念佛 不是 所有三昧的弟子都一念佛 总会不念佛的三昧以佛 不知道那是怎么凑出来的 所以那都是把法门拆开来产生 失去了一个法的根源 才会在枝末上润杀你 所以你看啊 所以你看我们甚至他讲说 督色六根 督色六根 我们一般现在在念佛强调督色六根 就是专注的督色六根 但如果你在细看督色六根有没有更深的意义 就是我从六根的虚假攀岩当中 我看到这种虚假 故意纵容六根攀岩世界虚假 督色六根 和那个我们只求专注的督色六根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经常是 六根就是六贼 其实六根六贼就是因为你 我们的生命啊 这个执着的叶报题 加上习性是会合成我们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本质就会往外攀岩 这个生命行性就是往外攀岩 我们是不是执着我执 所以我们执着我执的这个无明行 到最后会被明射出来 因为他需要 他会依天老星掌养明射六路出生 为什么 他的习性 他必须透过他未成熟的时候 只是一个开 到最后他要掌养生命的时候 他会随他的习性长出六根 为什么 准备吸收养分 滋润我执 这个生命的习性需要攀岩 以从外境得到爱 得到滋润 所以这个滋润会长养他的烦恼 而这个烦恼会去支持这个六根 因为这个六根就像我们前七世给八世 八世给前七世就互为阴谋 所以我们六根让我攀岩 那我们来支持六根 六根给我的执着 我来支持六根 所以六根本身就是一个六贼 他就不断在吸收养分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堵塞六根 我们就同时在四项上的专注 同时是在厌理六根的这种虚弱性 所以如果你只是把这个六根强绑住 绑不住 但你如果能知道六根的造罪性 烦恼性 这才能比较具体的堵塞六根 就看到那种 你看我们那个话上面 不是忏悔六根罪 就是这个意思 忏悔六根罪的这一份 就是更具体的堵塞六根 是不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 不是光只是一位就是强压的以念火收射 你看你的体力心力一放 六根就又跑出去了 因为它本身的生命特质就是需要攀缘的 是吧 所以你必须要从种种过失去厌理它 你不能光只是用佛号去绑它 你要用念火里面的绝 那份智慧去厌理六根 这个才能堵塞六根 所以我因为现在把佛号都讲了 都输成四项上的念火 而不是带着一种觉悟性的 所以你如果带着对世间觉悟性来 你就会有一种 这个经典里面讲 它就有时候是讲 在修行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讲说 你带我轮回五亮节 你因为你我守乎无尽 从此之后你跟我走我不跟你走 你能够在哪里 就是类似这个意思 因为我不大会背这些 不然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颠讨心带我轮回 现在我认识你 现在只有你跟我走 不再是我跟你走 那堵塞六根 我六根拿来令火 不让六根攀岩六成 因为它是虚假 它是造业 它是文明 它有这样的觉悟性的念 而不是光只是用那个强的 一直压着六根念 压不了多久 因为你为什么压不了多久 你内心这个愚痴还是在肢长它 不是吗 你的表层心想要耶稣它 但背后的那个心是在滋润它 所以你修着灰寒苦恼 你不是从根源去降伏它 去认识它 你是用硬功务去绑它 那你这个绑的功务本身 你像比如说我们念 我念不出欢喜的时候 其实那一份有所抗拒的心 其实是在滋润那个烦恼 我们是在滋润那个烦恼 所以在形成两端 一个要舍它 一个心切不甘愿地继续支持它 所以念我的要不透过观念上改变 你那个念我很难念出欢喜心 所以很多人说念我怎么样 我说要不能念出欢喜心 你也很难一心不断 你用硬功夫 你只能硬功夫继续硬功夫 你很难 你可以暂时阻止一些烦恼 但你不能念出欢喜 你如果不能念出那种心开意解的念我 你很难一心不断 这也是修订的原理 这也是修订的原理 这也是取决师的原理 所以一个人当念佛 你如果光靠硬功夫的念佛的欢喜 有时候只是一时短暂 它不能成为长久的滋润 那个心开意解 那个看到世间轮回 而今天有一个得度因缘的那份真情感恩 那份从于对世间觉悟 对佛法觉悟里面的 不要说大结尾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心开意解 然后念解佛 那个心就容易生喜悦心 那这个喜悦心有的话 你继续下心 如果你念到会那个喜悦一直出来了 你就要乘胜追击 你就要乘胜追击 那就很容易就定 因为这个喜悦以后再过来 就是喜悦它会滋润你的心 然后滋润你的心的时候 那个善法很容易起 烦恼很容易退 这个清安就会跟得出来 清安出来的下一步就是定了 它其实也是产业的原理 所以我说 一开始这个认知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再看 正由一理平衡天性相关顾 得任应罚苦与乐 况无量受火 因终首发世之八愿 摄取极乐色受有情 今道果九成 生纳九满 这个福体啊 九满 故凡百众生 无忧火不来应 但当 你看他注意 这个有时候你念过你就会知道 其实如果道理上懂 你不用去管活那一块 无忧火不来应 但当 生性意念发愿 愿真其方 所以到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道理的人啊 如果我切开这一块 我只要生性意念发愿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问题你的生性意念发愿 也不容易生起 我只要照着做就能实得能 他看不到那个真实意 看不到那个真实功德 看不到我只要依此道可以相应的这个能 所以他的感应就不会见钱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讲说 哎呀我们要好好生性 问题你的生性还是跳不开 你原来的认知发愿 你能信的就是信你那块而已啊 你没办法生性啊 因为你信的还离不开你这个环境之间啊 别人跟你讲也是别人说啊 你听啊 但你要知道别人讲的那个道理 跟你亲身感受的不一样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念佛要不是很生性 你知道你临终病苦是很真实 你的挂爱是很真实 而念佛的念的是若有若无 你说这两个放在一块谁强啊 那个连挡都挡不住 是吧 像我们现在 人的心是随时在较量功德 所以我们念佛功夫拿到现实境 为什么念不来 因为你很现实你马上较量功德 这个好这个不行 有的人说忍入很难修 我说忍入很好修啊 不行 我说因为你看到流氓都会忍入 为什么 你马上较量功德 对他生气是不行的 你很聪明的 你今天为什么不忍入 因为那个可以跟他逼看看 那个比我差 所以人很快的 所以当一个人把活命火功德看得真 他现实很多利益很厉害 他是可以可以知道 那为什么他能取代 因为你说你信还不全信 你的信还处在虚无缥缈 你的现在的贪跟真是真实的 你的信还在虚无缥缈当中 你若信若真实 这些东西你应该不会去苦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从生活当中 就看我的身心起步 就可以很快检验出我们的功夫多少 我常举一个例子 有人欠我一万块 我气到钥匙 看如何怎么样 这一个人骗我一万块 结果如果有一天 你撑到乐透 你们这边乐透多少 我们最近台湾乐透十二亿 好 哇 信还不满 当然信还不满 当然信还不满 等到最后一天 四点四十五才去 可是如果超过五点 这一张过期 没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为了这个十二亿 你就隐藏 因为我怕太早暴露 会有人威胁 就等到四点四十五 终于去 结果看到银行就在前面 结果那个欠你 哇一万的刚好出来 哎呀对不起啦 我实在不该欠你 我现在到我家我还你一万 你会不会去 马上交样工作 你姐不要拉我 待会再给你一万 因为一万十二亿 差太多了吧 我说这个太多 这时候千万不要拉我 他说我很道歉 我跟你参为 到我家我请你 不用 他说突然你的信仰会变大 因为他不是信仰大 是十二亿才重要的 如你果伴 令我念成十二亿啊 就一心不乱 就不要 好 好 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顾及于一切 顾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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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成佛道 愿以共成佛道 愿以共成佛道 愿以共成佛道